欢迎收看自然简单 我是诗华道老师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教的是九年级的理化 那目前的进度呢 讲的是那个速率跟速度的历界试题 那每个题目都很漂亮都很棒 所以我们就好好来看一下 然后看那个在讲义的第13页这边来 好那个来看 我把题目的意思描述一下 好下图呢是一个物体 在直线上运动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图 位置就是x 时间是t 横坐标是时间 重坐标是位置 他在加以丙丁呢 四个相等的时间间隔内 他说在哪一个间隔中 他的平均速率会最大 平均速率会最大 比如说他的位移 移动的会比较大 那你要怎么看 我跟你讲你就画线啊 你就把这个线画下来 把他线画下来 再把这线画下来 把这线画下来 你看那个线哦 在哪一个区间 他的落差是最大的 那当然我黑板画的不是很漂亮的 答案是这个 他的落差比较大 我们那个讲一点的这个是落差比较大 因为落差越大 所以平均速率就越大 所以答案选这个 这个是那个第一题 好再看那个第二题 他说呢 可会他使用网路上的电子地图 像Google Map 来规划行程 当他输入起点跟终点后 电子地图提供了 步行 走路后 步行 跟开车 两种路线规划 如附图所示 这两种规划的叙述 何者正确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 每次在那个Google Map 有时候在那个规划路径呢 他是起点跟终点 我大概简单化一下 比如说这A叫起点 这个B是终点 如果今天是开车路径的话 你会发现 你在Google搜寻 那个开车路径的时候呢 他的路径可能就会这样子 拉到外面走高速公路 这样绕过来 会变得这样走 如果说你把那个规划的工具呢 这是开车路径 改成走路的话呢 他可能会变这样子 可能偏一下 偏一下 又跑到这边来 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 在Google那个Google Map的时候 你用步行走路的方式 他会变得比较趋近于直线 但是你开车的路径 他绝对不会直线 他一定是绕来绕去的 要走一些向道 你如果有山 有海 过不需要过桥 对不对 他就变得这样绕了 那听我说问你说 何者正确 两种路线规划 何者正确 A说位移相同 什么叫位移 终点到起点对不对 所以不论你是开车 你或走路 你的位移有没有一样 一样都是A到B 画直线 好 所以答案就选择是A 就那么简单 画半点好了 换下一题 第三题 好来看那个第三题 他说这个图是小明骑脚踏车 经过早餐店 然后到学校的路线图 那小明家到早餐店的直线距离是两公里 小明家到早餐店直线距离两公里 那学校他从早餐到学校的距离是一公里 他说骑脚踏车上学需要二十分钟 就这样走过去 这样骑过去 骑到这边来 骑到这边来 那问你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他说平均速率是九公里每小时 他上学花了二十分钟 他问平均速率是九公里每小时 他单位是小时 所以你要把这个二十分的分要变成小时 才能用那个距离处理时间 对不对 好那二十分的话怎么做呢 二十分变小时啊 怎么变 除以六十啊 所以二十分它是六十分之二十十 再约分三分之一十 三分之一小时 那我们说要求那个速率 就是距离处理时间 他第一个问说 平均速率 从家里到学校一共几公里 一共三公里 对不对 所以三去除以三分之一 除以它等于乘导数啊 变成三乘三 所以答案是九公里每小时 对不对 对 所以A就对了 要选A吗 对 要选对的啊 答案要选A啊 那后面也看一下 后面他说 总位移是三公里 不对啊 位移是从小民家到学校啊 对 拉直线 拉直线拉过去之后答案多少 你要算的哦 五平方相加开根号 二平方四 一平方一 四加一五根号五 所以小民他家到学校距离是根号五公里远 所以那个位移啦 位移是根号五公里远 所以也不对 那C说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 平均速度用这个去除耶 用根号五去除以三分之一耶 答案是三根号五 因为乘导数嘛乘以三 所以平均速度三根号五 那也不对啊 那猪说此过程有可能是等速度运动 你看哦 他即使他的速度维持一样 骑到早餐店又骑到学校去 他都不会是等速度运动 为什么 因为方向有改变 方向有改变 就不会是等速度运动 这样知道吗 等速度运动是说 方向都不能改 就是一直往前走 不然就一直往往斜的走 就是不能改 方向不能改知道吗 所以他这边有转角嘛 转过去 所以他不是做等速度运动 但是他可能在做等速度运动 就是维持一样的速率都不变 这样骑 是有可能的嘛 叫等速度运动 但是绝对不会是等速度 因为方向已经拐了 这样知道吗 我讲那么清楚 是因为这东西 同学容易混淆着 所以会重复讲 让你可以印象比较深刻 不是老人痴呆啊 来看那个第14页 14页的第四题 下图呢 是小青的运动速度 跟时间的关系图 一定要确认说 那个V到底是速度或速率 因为有时候意思不一样 如果今天讲速率 就没有方向问题了知道吗 可是他这样画下来应该是速度了 所以他这个是速度跟时间的关系图 一开始的方向是向着南方 小心哦 一开始的方向向南方 一开始往哪走 往这边走 所以上面是南方 所以这边是南方 那这边是北方 那种大考都故意这样搞一下 南北方都对调了 往上是南往下是北 他说呢 他的速度呢 越来越慢 而且向着北方 你要选哪个阶段 注意哦 他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他慢慢变慢的 而且要向北 慢向北 不但要慢 而且速度要向北 来 什么意思哦 虽然就考你这个看VT图的功力 看得出来吗 好来 我们解释哦 从甲的这阶段看得出来 他从0 速度是0的话 叫静止 他没有动的 开始动起来的 而且是做什么 做的是那个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的VT图 是水平线叫等速度运动 斜的斜直线 都是等加速度 什么意思呢 速度是越加越快 越加越快 所以甲阶段呢 越来越快 朝向什么方向 上面是南方哦 对 一样是南方 那到这边的时候呢 是转向吗 错 我们说ST图 来哦 我旁边对照一个ST好了 如果是ST的话呢 今天这样降化降化 这叫转方向 我本来向南的 往上是南 往南的 到这边往北 这是转方向的地点 的那个位置 这不是 我们刚刚说 他从0开始 静止开始怎么样 加速 等加速度运动 越加越快 越加越快 加到这一点的时候 是速度达到最大值 开始怎么样 不是转方向啊 开始在刹车啊 就慢慢减速了 虽然它减速 方向也要往南 这什么概念哦 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好了 前面是红绿灯 我的方向是往南 我就越加越快啊 看到红绿灯的时候 我要不要踩刹车 要嘛 可是我踩的刹车 不会马上掉头啊 我踩的刹车 只是把速度减下来啊 有没有 所以一样的情况哦 它的速度 加到最大值的时候 在减速 减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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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是0 就是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呢 开始往 往北哦 往北再做加速 等加速度 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最大值的时候呢 开始是减速了 但方向还是往北哦 所以往北又慢慢的减速下来 是指的这一段 答案选的是钉 钉的这一段开始哦 钉的这一段 它是从这边开始是转方向 再说一次哦 VT里面的这个点 是最速度最大值 它没有转方向 那么这一段叫做减速 所以一方面它的方向朝向南方 而且在做减速 减速到停下来的时候呢 开始做转向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0以下是负的 我们说速度有分方向性嘛 上面正下面负啊 负什么意思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 上面是南下面就北了嘛 所以从这边开始往北走 不但往北 而且速度在加快 加到最大值的时候怎么样 不是马上往南了 它在刹车 有没有 刹车什么意思 就速度变慢了嘛 所以速度变慢 但是方向一样是往北哦 往北速度变慢哦 到这边又停下来了 所以它说慢慢的 越来越慢 又向着北方 就这一小段而已哦 所以答案选的是0 我讲的够清楚吧 应该很清楚哦 你们不要说听不懂哦 听不懂自己倒在重看 我讲清楚哦 好不好 这是那个第四题哦 好 再看那个第五题 第五题很高竿耶 这个出法 我觉得这应该是考数学 这不是在考那个理化耶 来你看那个第五题哦 我先把题目念过一遍 然后再把那关键的东西把它写下来 那题目是说呢 字明呢 它是以两公尺每秒等速度向北走四秒 接着以三公尺每秒的等速度向南走了六秒 那它在十秒内的平均速度还有平均速率分别是多少 好来 所以你看这题哦 很那个哦 来 我把题目整理一下 这题其实 有点水准哦 来 它的字明呢 它以两公尺每秒 两公尺每秒的等速度方向向哪边向北 向北哦 然后走了4s叫四秒 所以它的速度是两公尺每秒 走了四秒方向向北 之后呢 它以三公尺每秒的速度向南 那向南走了几秒呢 走了六秒 所以一共走十秒 对不对 就要问你说十秒内的平均速度跟平均速率 这个时候你要小心的前面那个2跟3 不能直接加起来算知道吗 因为那个是速度耶 这个是时间耶 所以你到底向北走的多远 乘起来 求距离 时间乘上速度 有没有 时间是速度2 248 所以它是向北走了8 向北走8 然后向南走多少呢 三六四八 有没有 所以它向南又走了18 那向北8又向南走了18 方向不一样 如果是北是正向的话 南就负向的 它四秒 这边是四秒 对不对 这边是六秒 六秒的时候 这是ST好了 ST图 好你看哦 怎么表达出来 假设它一开始从零开始 2 向北走了四秒 四秒的时候速度是2公尺每秒 向北走 走了8 所以这边走了8 走到这边来 然后呢 接着往南走6秒 那这样不对啊 这边间隔是6秒 不好意思 这边应该是10才对哦 因为间隔6秒到10秒 因为它说向南走6秒 我好像把它讲复杂了 我把那个 大家跟你讲一下 它是再隔6秒 这边是第11秒的时候 这边是0秒 对不对 好 又走了18 你这边只有走8 你走18一定是超过线的不是吗 那懂意思吗 所以变成说用8那个位置哦 用8减掉18 它的位移是-10 它在南方的10公尺处嘛 本来是8这个位置啊 对过来这边是8 那你要往南走18 扣掉18 不就变成那边 这边是-10 所以你跟那个 起点做比较 这边起点的 做比较 这是往南走的-10啊 所以问你平均速度 速度就是 位移除以时间 位移是-10 除以时间 相加一共10秒 答案是-1 -1是往南的意思 因为它往北正向嘛 往南就变复向了 所以它是往南 速度 速度值是1公尺每秒 这是速度的部分 那速率呢 速率讲的是距离 距离就把它全部加起来啊 往北8 往南18 全部加起来 8加18 8加18是26 26去除以 一共是10秒 除以10 2.6公尺每秒 这个就没有什么正负之分 这样子拉 好 所以答案呢 它的平均速度 是答案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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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只有一个 平均速度是1的没有 只有这个 它是正1 它没有写负1 因为它本身没有讲说 往南正还是往北正 所以它速度值就是这样子 那OK啦 那平均速率2.6没错嘛 对 所以答案选择是这个 选择是B 这里OK 这里OK哦 好 OK的哦 他问你说呢 哪一个方程式哦 可以代表这个物体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他是给你选答案了 我现在不要给你选 就跟你讲我们怎么写了 你看哦 它在0秒的时候呢 位置就在10公尺处 0秒就在10公尺处 所以X表示它的位置哦 这是它的位移嘛 它的位置会等于从10起跳 再加上你发现哦 每隔1秒它移动几公尺 0到2秒移动几公尺 10到20移动了10公尺 有没有 20扣10啊 这样只有10公尺啊 加10不是吗 所以2秒加10公尺 1秒加多少 要不要除2 当然除2啊 对不对 所以除2变什么答案是5啊 所以答案加5t哦 所以每1秒加5公尺 所以位置就是10加5t哦 这样问题 好第7这边也是那个历届的题目哦 虽然我觉得这题目很荒谬啊 但是它既然都出了 我就教吧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是 我觉得很多漏洞的 怎么说你看 第7题哦 它说下图呢 是那个高速铁路的路线示意图 它的路径呢 全长是360公里 路径就是 不是位移哦 路径哦 它给它拉直线哦 它这边是甲 那这边是乙 这全部的长度呢 360公里 将近我们台湾的全长了哦 那高速火车呢 它从甲地到乙地哦 然后用调的时间呢 它说呃 用调时间 用调的时间呢 最多不超过1.5小时 它的平均速率是300公里每小时 你看给的资料这样子哦 它用调的时间就甲道乙啊 它用调的时间不超过1.5小时 还记得我们数学讲的不超过 不超过就不大于 不大于小于等于 有没有印象哦 所以它变成说 它从甲地到乙地 它的时间呢 它小于等于1.5小时 那它的平均速率呢 这个这个高速火车哦 那个高铁哦 高速铁路马高铁哦 它的平均速率是300公里每小时 然后问你说 如果呢 它停靠站 停靠一站要花5分钟 停靠一站花5分钟 那 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从甲地到乙地 它最多可以停靠几站 但是不考虑甲 甲乙两地的那个停靠站哦 就中间如果停靠一站 只要多5分钟 那以这样的距离 跟这样的平均速率来看的话 不超过1.5小时内 最多可以停靠几站 好 好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开始用那个想 你要求时间 时间怎么求 时间就是距离除以速率 有没有 如果你真的忘记的话 你就把那个最基本的公式写出来 什么最基本公式 你要求速率怎么求 速率 国中数学 速率啊 距离除以时间 对 用距离 去除以时间 如果你要得到时间的话 这两个位置交换 所以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率 如果你要求距离的话呢 这两个互乘 速率乘时间等于距离 好这样的概念哦 那我现在要求了什么 我要求时间呢 所以这两个位置交换一下 这两个互换一下 所以时间等于距离除以速率 所以距离是360 速率是300 相除 我就360公里 去除以速率300 得到说他从甲到乙都不休息的话 直接开到底啊 从甲开到乙的话 要开多久 对不对 那两个相除之后呢 我们就用三月份就好了 不要约太多 约太多反而不好做 你用三月份这边120 你用三月份这边是100 120除100 刚好是1.2 1.2小时 1.2小时 你看哦 他有说哦 你看我们这边哦 他的车呢 从头到尾 甲到乙不休息 要花1.2小时 他又说呢 他从甲到乙站 他可以不超过1.5小时的情况下 最多停几站 那你1.2到1.5还差几小时 还差0.3小时吗 对 1.5扣 1.5啊 扣掉1.2 还差0.3小时 那0.3小时等于几分钟 等于几分钟呢 把小时变分钟怎么做 乘60啊 1小时60分钟 2小时乘60就120啊 对 那半小时 0.5乘60 30分钟嘛 对 所以 0.3小时变分钟 乘60 他会等于18分钟 那在18分钟的有限情况下 你认为哦 停一个站要花5分钟的话 你可以停几站 可想而知哦 18去除以5 看他是3 答案就三站嘛 对不对 停四站又超过了 四五二十啊 所以应该就都停三站 所以答案选择是C哦 当然这个题目 我觉得漏洞很多啊 那我就不考虑那么多漏洞了哦 这样什么问题 哦 这是第七题哦 那OK吗 好 甲乙丙呢 三地位在同一笔直的道路上 而且呢 乙地是位于甲丙之间 那甲乙两地呢 相距的距离是S1 乙丙两地相距离是S2 那小明沿着道路 从甲出发 经过乙地 到达丙地 再折返到乙地 重来一次哦 由甲出发 到乙地 再到丙 又折返到乙 好 他路线就甲乙丙乙 他说怕我们看到都头昏了 他要写哦 甲到乙到丙到乙 那乙字呢 这个过程中呢 小明的平均速度 他是速度哦 平均速度大小是 每小时三公里 那平均速率呢 他是每小时15公里 要求S1 比S2 的比例是多少 好 那其实这一题哦 他是很抽象 然后给东西又很多 所以你在看题目的时候 看一遍不懂看两遍 两遍不懂看三遍 你看三遍不懂这题不要看 换下一题知道吗 你没有时间的啊 你在做那个模拟考题目的时候 一个题目看三遍不懂 你就不要理他的 先跳过做你会的 等全部题目都做完之后 你还觉得时间还很够 再看那个你不会的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现在题目都做完了 剩下20分钟很空 我们来看这题哦 我把它弄弄回来哦 第八题 他说那夹一饼呢 他位于同一条笔直的道路上 而且移在夹饼之间 他形容他的位置哦 我们给他画一下 有夹一饼三个地方 这个是夹 这个是饼 他说以在 以在夹饼之间 那就夹一饼嘛 这个好了 这是以哦 然后呢 他说呢 夹以的距离呢 称之为S1 所以说夹到以啊 距离叫S1 以到饼距离呢 他说叫S2 哦再来呢 那小明怎么跑的哦 他从夹出发 我写他路线图哦 他从夹出发 到以 到饼 又到以 诶 所以他走法蛮单纯的啊 就是这样子从这边出发 这样子到这边来 有没有 夹以 饼以 到这边来哦 所以他从这边出发 而最后这边是终点哦 哦 那饼就路过一下 对 夹以 饼以嘛 回到这边来 哦 这个是出发点 这个是终点 那饼是刚好路过哦 这个情况下 他说椅子的过程呢 小明的平均速度 是每小时三公里 哇 记录一下 他的速度值哦 平均速度 这过程的平均速度是全部时间情况下 就他全部都走完的 的平均速度 好 平均速度 是 每小时三公里 那种表达方式就怪怪的哦 每小时三公里就三公里每小时嘛 三公里每小时哦 速度要这样写来对哦 他写中文 每小时三公里哦 然后呢 平均速率呢 是每小时15公里 看他写中文啊 我们正确要怎么写 平均速率 每小时15公里 我们的习惯会怎么写 我们会这样写啊 15公里每小时啊 对 这样不就好了哦 他写中文写说 他的平均速率是 每小时15公里 就这个意思啦哦 15公里每小时嘛 对 我把这个记录一下 最后题目是问什么呢 他问的是S1 比S2 所以同学哦 看到这种题目啊 你先跳过跟放弃是正确的哦 因为耗你很多时间 你要把时间花在你会的地方 全部都OK了之后 还有这一题还搞不定 我们再回来把它处理掉哦 好开始了 我们现在处理它了哦 平均速度是3公里每小时 平均速度 我们速度是不讲位移 他的位移只有甲道移啊 对 甲道移而已 所以位移只有S1的这一段 S1是他的路程哦 他的长度哦 所以我们就去去列室哦 那他时间没有给嘛 我们就假设哦 他全程时间是T 走完全程呢 全程花了T T小时好了 全程就是从终点到 从起点开始到终点结束 花了T小时 平均速度速度怎么求 位移除以时间 他的位移叫S1啊 时间是T啊 所以是S1去除以T 得到的结果是3 没错吧哦 位移啊 平均速度啊 因为他只有中 甲是起点嘛 乙叫终点嘛 我们讲位移 他只考虑 终点跟起点就是S1啊 所以S1去除以全程时间T 一共3公里每小时啊 对 那平均速度呢 15怎么看 平均速度15是全部的长度 我们说一步一脚进 影全部都算了嘛 最好他从甲 到柄又到乙 甲到柄就是S1加S2 柄到乙又一个S2 S2又算了两次了啊 他是S1 加两个S2 一样除以时间T 得到答案是15 对没错吧 平均速率 好 那题目最后是要求什么 他要求的是S1比S2 我们把它当作数学来去算好了 后面就是数学问题啊 好那这样怎么做呢 好我们把这个把它拆开哦 拆开哦怎么看哦 把分子相加拆开来看嘛 会变成T分之S1 认同吧 再加上T分之2S2 等于15 这边你认同吧 你不认同我就很痛苦了 这就是那个怎么样 我们说那个分数的拆法 没有 比如说 5分之1加3 我把它拆开 变5分之1加5分之3 行不行 当然行 分母都是5 当然可以拆啊 对不对 这也是啊 分母都T啊 我把它拆开 T分之S1加T分之2S2 对不对 可是我知道T分之S1就是3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3啊 这个也不就3 那我把这3移过来减3 这个就3哦 那3移过来减3之后呢 变成这样子哦 T分之2S2 两个S2哦 这是2S2哦 好 那这个会等于什么 3移过来减3 变12 好 那这个时候 那T分之S2答案多少 我把这2弄不要 这个2不要啦 这2不要怎么做知道吗 是除2哦 你不是说乘2 你要去分母才要乘这个 它在分子位置 所以你要把它2弄不见 要除2 两边都除2 得到这个结果 T分之S2 它就是 两边都除2 答案是6 题目是问这个 S1比S2 可是我们后来 整理到一个结果 就是 我把圈给你看哦 这个是我们有的第一个结果 T分之S1等于3 这第二个结果 T分之S2等于6 靠这两个可以求出它的 S1比S2 为什么哦 你看这个哦 T分之S1 T分之S1 我抄这里哦 所以比上这一个 T分之S2 你是不是把那个T都去掉之后 两边都乘T 就变成了S1比S2 不就题目要的嘛 对不对 可是你再往回看哦 再回到这边看哦 T分之S1是谁 3啊 3啊 T分之S2呢 6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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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3比6多少 1比2 所以它的两个的路径的长度比哦 那个路程长度比 S1比S2 答案叫1比2 好 其实后面这一段偏向数学的部分哦 它唯一的 跟理化有关的 只有这边的速度跟速率的算法 劣势的部分是理化 后面的解题都是数学的哦 所以这里我觉得就 可是跟你讲这个大考考的耶 这个是不知道基赛会考题目哦 它居然这样出了哦 还是要小心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你有沒有听懂哦 那我这是第八题 好 OK吗 再讲那个第九题以前哦 有个东西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边常来讲到一个什么打点计时器啊 又讲那个什么滑车啊 那同学有时候滑车什么你也不知道 打点计时器你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带着会这样话啊 你还是不知道 一堆不知道 出来当然不知道啊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的 一问好几都不知的哦 所以这个题目怎么怎么 为什么这样问 然后你的图会什么样子哦 他现在这个是根据那个我们的学校 有个实验的课程哦 他在做那个滑车的速度 用那个打点计时器做比较 然后用这方式来命题的 所以一旦你那个时间 你那个实验没有做过 你根本不懂他问什么东西啊 因为都很抽象啊 什么叫滑车 滑车长怎样滑车是车吗 对啊滑车是车啊 其实滑车哦 他就是车哦 那这个车可能是有带电池 可能是有马达 可能是用重力加速度 或是用油去拉他那不管哦 你这来看好了 这滑车本身是有速度在的 他会跑 就想他会跑就对了 叫滑车 会跑的车叫滑车哦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后面怎么样 他的后面很神奇啊 你在做实验也这样做的哦 他后面会拉一条带子 很长的一个白色带子哦 白色带子那种花白色 他后面会加个白色带子 就挂着这个车 就这个车屁股后面呢 他会接一条 就接着一条 用线接着哦 接着一条白色带子 在那边跑 你们跑知道吗 就是你想那个车带跑 后面有夹带子 夹那彩带这样跑 一直跑直线这样子哦 那为了我们要去了解说 他跑的速度有多宽 有多快跟多慢哦 我们就设计一个打点计时器 他有一个仪器哦 我不大话 我再简单话一下 这个仪器呢 他会打点 就是他会去打那个点 这样 就是这样打点 这样打点 打点他 他会有个频率在 以这边来看的话呢 他出两个频率哦 一个是20赫 20赫是什么概念呢 他一秒就 打20个点 这样一直打 打在这上面去哦 那干嘛这样打呢 这样打的过程的时候 这个车在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他这个带子上面呢 就出现很多这种点点 这点点哪来的 都被他打出来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点点的 那个距离哦 看得出来说 这车子是跑多快 跑多慢 速度是多少 都算得出来了 这样你有概念了吗 因为你没有概念的话 这个题目其实超难讲的 因为你又不懂什么叫滑车 你也不懂什么打点计时器 你还不懂为什么会有带子 上面会有动 那就很麻烦的哦 他其实这个是个实验题目 所翻出来的一个考题哦 这样有概念吗 你要知道说他会有滑车 拉带子 带子上面呢 他设计个固定不会动的 一个打点计时器 在打点 这个打点是不动的哦 但车会动 带子会动 然后看那个带子上面的一个 打点的一个情况 我从来没有讲那么仔细过 你们有听懂吧 好 那我们看了看 看题目哦 来 你有概念之后 这个题目才能讲 不然其实你会太抽象 你不懂在讲什么东西 好 第九点要说呢 加一辆图呢 是滑车速度测量实验室 利用两个不同的打点计时器 他用两个机器去打点哦 那 加一辆车呢 拉动子带时所打的一个点痕 那 甲图的子带上面 他每个两个点的距离都是0.5公分 以图的子带上的相邻两个点 距离都是一公分 那甲的打点计时器的频率是20赫 一秒打20点哦 乙的打点计时器的频率是10赫 一秒打10点 他说甲乙两车的运动速率关系 下列何者正确 那我先画个图给你看一下 因为他给个图哦 甲跟乙 他的图很简单哦 他连滑车都没有 他只给你一个最后打点后的结果 那他这个这个尺横状 是说他把他 这样撕掉一样的 就撕一部分给你看哦 所以按照题目的画法这样的话 他就把那个纸带啊 我就取一段 我把它撕下来 那个撕的痕迹这样子哦 很有趣哦 画那么 画到这样子哦 那这个是甲车的 他的情况 他每个点 的相隔距离都一样 这个是乙的 每个点的相隔距离 也都一样哦 那我再把资料给写一下 对甲来说呢 他每两个点 这两个点的距离哦 你要这样想哦 画这个橘色线 两个点的距离 两点距离 他说是0.5公分 后面的全部都一样 代表说他做的是 等速度运动哦 那乙的话呢 这两个点的距离呢 是一公分 每个都一公分 所以乙也在做那个 等速度运动 才会说相隔距离都一样哦 那甲的这个呢 他的打点计时器的频率 是20赫 乙的这个打点计时器的频率呢 他是10赫 那问你说 甲跟乙的速率 做比较 不说速度啦 其实都一样嘛 你就讲速率跟速度 他只差在位移 那不管怎么样 都是距离处理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你要求甲的速率要怎么求 距离 去处理时间 那什么叫距离 甲距离在那边啊 0.5公分 那什么叫时间 这不是时间耶 这个是频率耶 那什么叫时间 时间叫周期 我们说频率跟周期怎么样 又互为导数 所以实际上哦 这两个点 他相隔了几秒 把他导过来 这两点相隔了20分之1秒 他给的是频率 你要换周期 频率周期互为导数 对 导过来20分之1秒 那这两点呢 一样啊 一秒打十个点 一秒打十点 所以这两个点的间隔时间 就是十分之一秒 因为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间隔是十分之一秒 好开始我们要去求他的速率了 那甲速率叫V甲 怎么求呢 距离处理时间 你用0.5去处理二十分之一 很难看不要这样写 写分数就好了 直接写除哦 除二十分之一 就比较好看对不对 你不要写0.5分母要放二十分之一 这样很不好做 所以除以他 除以他乘导数啊 所以0.5乘20 乘20之后答案多少 答案就10啊对不对 所以假的速率是10公尺每秒 那乙呢叫V乙 一样要求速率是距离处理时间 他的距离这两点一公分 距离是1 1 去除以时间 因为时间他的时间十分之一秒 所以你不要写到分母去 这样不好写 直接写除十分之一 就距离去除以时间 这单位是公分不是公尺 改一下公分 除以他乘导数啊 所以1去乘以10 也是10公分每秒 之后发现换算下来 假以两车的速率是相同的 所以答案选择是B 千万不要选到 除什么资料不足无法判断 那就骗人的 所以答案选择是B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好拜拜